今天真是一个不错的天气 看一下这个修颜鸟 这是咱们前几个月用蛋孵出来的一只小鸟 虽然它的块头特别的小 但是这个小家伙特别的亲人 有时候你稍不注意 它就飞到你的身上来了 下午的气温比较冷和 我在这里给它放了一碗水 等会它玩好了 可能会跳下去洗澡 你也想学开饭在这里藏东西吗 这些缝隙里面 开饭经常喜欢在里面藏一些食物 小体型的鸟应该还不具备这个智商 跳我手上来了 又想让我给你捏脖子 头上的羽毛都立起来了 还不下去 往我手掌里面钻 突然一下飞过来 我这一只手拿着手机 它在我两只手上跳来跳去 这怎么给你捞的 你只能站在这个栏杆上面 你看它好会享受 趴在这一动不动的 伸着脖子等着我给它按 这个小家伙时不时的 它都会往你手上飞 让你给它捏脖子 你不给它捏 它还不下去 往你手掌里面钻 像个小玩具一样 太可爱了 好了 来 看样子还没给它捏好 你看 它不下去 在我手掌上面转圈圈 还想让我给你捏吗 耐在我手上了 哦 完了 它被刚刚一阵刺耳的声音吓飞了 直接飞那边去了 刚刚就是飞到这个大树上面 我过来又没看到 体型太小了 它不出生你都发现不了它 我长了一圈也没找到 这个范围太大了 希望它没有飞太远 说不定它能自己飞回来